这样的话,在不一样的解析度上面,位置就比较不会跑掉 把它改成LinearLayout之后,里面只要放一个TestView 上面就给它一个讯息,比如说,给它一点点讯息 请点选这个画面,把它Touch这个画面 另外,上面的ID也给它一个叫做TSTView 这个名称,固定这个名称,按确定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完成这个布局,非常简单 不过,这个地方,我看上面,除了这边增加一个TestView之外 上面是用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上面,也给它一个ID 因为,我们将来会Touch的话,不是Touch什么 不是Touch它,而是Touch什么?LinearLayout 所以,前面的部分,我们都没有给名称 不过,这一题的话,一定要给名称,必须要给它一个ID 那ID的名称的话,我们叫做什么? 也叫LinearLayout 注意一下大小写,LinearLayout OK,按确定就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布局 那要怎么样可以,让这上面的侦测到,使用者Touch到 那这个部分,你就要去思考 我们前面有三个标准化流程 第一个就是什么?要宣告物件 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 显示讯息就会显示在TestView里面 可是被Touch是哪里呢?是Layout里面 所以会需要宣告几个物件呢?就两个,一个,两个 宣告两个物件之后的话,当然要连结 所以连结的时候才要给ID 如果你一般LinearLayout没有用到的话,就不用给ID 可是这边会用到 所以会宣告两个物件,连结两个元件 画面上面就是元件 那最后的话,再来就是说,要建立事件的话 在哪边建立事件呢?在LinearLayout上面 当LinearLayout怎么样呢? 它被Touch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必须要在LinearLayout上面建立事件 这个事件的话就是Touch的事件 当它Touch的时候,我们就把Touch到的位置 还有几点的相关讯息怎么样 丢到哪里呢?TestView里面 就完成这一题的练习 大概流程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我想你们先把这个画面布局一下 那等一下呢,我们来说明一下 程式怎么样撰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到哪里了? 到哪里了? 到哪里了?